道教发展有很多 道教当然后来 在唐代的时候也所谓南华真人 庄子也被纳入道教的经典里面 但是像他跟这个 在这一点上 对于生命的看法上 很根本的这一点上 道教和道教是完全不一样的 道教是要长生的 我就讲庄子如果醒过来 看到道教徒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你们是反自然的 你们是不对的 你们是反自然的 因为道教徒基本的理想 就是要长生不老 对不对 就是说我要活得长 我要活得好 要丰富多彩 活得开心 然后就是要活得长 对不对 一百岁不够 两百岁 两百岁不够 彭祖是七百八百岁 最后不死 最后登仙 庄子是完全不对 他人生百年就是百年 到时候就要结束 就是要结束 结束以后 所以他基本上是 是这么一种 看法 他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自然的过程 所以这一点上 这个后来有很多人是 你可以看出来 哪些人跟庄子 真正是沟通 哪些人是不沟通的 我那个时候 讲庄子的时候 就讲到过 比如说王羲之 王羲之很有名的文章 《蓝庭积序》 你们去看 他讲 一死生为虚弹 其彭伤为妄作 他说把这个彭祖 七百岁的彭祖 和没成年的小孩 伤死 夭折的小孩 来摆在一起 他这个是胡说八道 这个 其死生也是胡说八道 也是乱讲的 一死生为虚弹 其彭伤为妄作 这个都是不对的 王羲之为什么这样讲 王羲之是个道教徒 道教徒这关上 他是过不去的 他当然就是想活得长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是完全 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个真正能接受什么 真正能接受 实际上像陶渊明 陶渊明他读他那个诗 那个重量大话中 不洗衣不拒 这个阴静便拘静 无腹独多律 他这个话就是 重量大话中 大话流行 你把自己整个的生命 都放在这个大话流行当中 不洗衣不拒 这个不洗衣不拒 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完全通达了 这个整个生命 整个宇宙 这个变化的 这个奥秘 或者说这个根本 他把握住的根本 所以他这些东西 都是理解 庄子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说 他其实不是说要改变 这样一个过程 你像到家 是要改变这样一个过程 人生百年 他要变成 不行我要两百年 一百二十年两百年 七百年八百年 永远不死 他是要改变这个过程 庄子其实并不是改变这个过程 他是什么 你从那个 叫什么 从这个所谓 古鹏二哥的故事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他基本上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他是叫 人有没有感情 有没有那个变化 有没有喜怒哀乐 有的 但是他有理 他把握了那个理之后 以理化情 转化这种感情 转化这种感情 喜怒之情 所以这个讲不许一部剧 你要知道 陶渊明讲的不许一部剧 不是说陶渊明是 没有任何心理的变动 或者心理的感应 对世间的万事万物 没有感应 他不是的 他是有的 他之所以能够不许一部剧 是因为他了解这个大话流行 和庄子结合在一起 看是非常明白 阴静变虚静 就是说到了生命的尽头 就是坦然的走向这个结果 到了时候我就走了 无负多多虑 你老是在那 这个纠结干嘛呢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 是这么一种自然 所以陶渊明实际上是对庄子 我觉得起码在生命 对生命的理解这方面 陶渊明跟庄子 实际上是真正是 是非常契合的 他是真正能够了解 庄子的真正精神的地方 所以道教其实 作为道教徒的王羲之士 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是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 这个是我很想天道自然 我当然回到这个上来讲 第一是天道自然 天道自然两个方面 一个要保守你的本然 保守你的天然 保守你的本性 另外一个 你要看到世间的万物 这生命当然是人生最后的一个大关 你要踏破 堪破这一关 你才能通达 最后的通达 所以他这一点 他认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拿这个例子来说 他把世间万物都看成一个自然的过程 来看的 其实这也是个道家的一个很普遍的 基本的看法 所以所谓老子讲的所谓反者道之动 任何事物都会转化 强会弱 弱而会弱 后来会居上 所以其实都是注重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 我想提 第二个可以讲是超越我之 就是说你真正达到了和了解的天道自然以后 你当然就要超越有限的所谓的执着 基于自我立场上的这种执着 如果你自然已经认识到 人是天地之间的一个万物之一 人是自然变化的一个阶段 就是人活着的百年 只是自然变化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当然就可以认识到 人生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对不对 人不是无限的 人不是万能的 所以庄子很早就提出来 他对人是有限的 而且特别对人来讲 人的所谓知 人的知性的能力 人的知性其实是有限的 要给予限制的 所以庄子讲 他说这个要知要什么 只乎所不能知 知识的边境是无穷的 庄子的养生主 无生也有牙 知也无牙 依有牙 随无牙 待已 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这件事情 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是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他说 你最重要的是说 在什么地方 你要止步 在什么地方 你要止步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中国传统 或者道家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他不是那种无穷的追求 无穷的追求 要反省到自己知性的界限 人不是万能的 人不是万能的 一味的追求 为什么不好 最主要还是跟这有关 就是说 生也有牙 生来讲 生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人的生命 人的这一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有 当然你会伴随着 很多其他东西 一生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但在这个当中 你如果和生命本身 发生冲突 危害到这个生命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抛弃的 都是可以放开的 所以孟子 儒家他是不会同意的 生意无所欲 所欲有胜于生者 所以要舍身取义 这个意怎么能超过生 他是不能接受的 北刀飞那个什么 什么生命真可贵 爱情价真高 若为自由 故二则皆可抛 不得了 两座大山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自由 他也不能接受 生命是最重要 最重要 所以你只要有危险 你所谓的知识 你所谓的欲望 你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都是不好的 所以庄子 他有举过很多 他比如说讲到过 他说一个圣人 是为了什么 圣人为了天下 舍弃自己的生命 道直 道直 就是柳下直 那个强盗 带了几千人 横行天下的 那个大强盗 道直是为了利 而死的 所以你讲 好像讲君子 有君子 有小人 有利 有为义 有为利 这些都有不同 但是最后 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最后都死了 都丧失掉你自己的生命 放弃掉你生命 这个都是不好的 所以他就和前面讲的百年之墓一样 就是持于失信 义 圣人和君子持于失信 义 不管是为了义 还是为了利 都是不正当的 所以他把这个是看得非常之重的 所以知这个方面 知只是这个 知当然是好的 但是和生命 和你的生命 本身发生冲突 或对生命有伤害 产生伤害的时候 这个就是应该抛弃 所以他讲到了 这个把握住 把握住这个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看到 而且看到这个知识的有限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 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对 一个执着 是这个 还有一个 他就 还有一个 他就非常清楚地看到 就是人的所有的真值 实际上都是因为有自治的立场 而自治的立场 实际上往往都是一偏的 而不是全面的 都是一个 可以讲都是一种偏见 所以庄主他讲 此一是非 彼一是非 我们讲起来好像是 好像没有原则 事实上你想一想看 他也有他的这个道理 就是说所有的很多 特别是他所面对那时候战国时代 各家的争论 不同的意见 那种纷争的时候 其实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些都是没有从全体的 全面的立场上来看问题 这种喋喋不休的争论 都是由于 某一种特定的偏见的这种立场 偏见的立场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要想的话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庄子 第二篇奇物论里面讲的 那个朝三末四就是 猴子早晨三个果子 晚上四个 猴子都不高兴 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讲 你早晨四个 晚上三个 主公 养猴子的老仙 早晨四个 晚上三个 猴子都很高兴 所以这个人 我觉得就是庄子的态度 他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 看这个事情 一共反正是七个果子分给你们吃 你们蒸吧 你们下午和晚上是一样的 就是都可以 所以他就是说这个 举公他就是说 所以他把握住最根本的地方 就是七个 七个你们怎么分都可以 所以猴子呢 大家知道 猴子他一般来讲 我想动物是 动物和人很大的区别 我也讲过 动物和人很大的区别 人是有时间概念 动物是没有的 或者动物的时间概念 比人要差很多 所以他是眼前利益的 他是看到眼前利益的 所以他就看到 眼前有四个就很好 以后三个他不管了 所以他就抓住 那这举公就掌握住了 他说都可以 都可以 你们都可以 反正找这四个 晚上三个 你们高兴就行 实际上都是七个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举公跟他们争 说我一定不行 我一定要四个三个 那就是什么 都是占到一篇 就是这个 比如说 这个是一篇 这是一篇的立场 这个也是一篇的立场 对吧 到底是三个 还是四个 你这个坚持 就是站到一篇的立场上 所以他站在一个 更高的立场上 反正是七个 你们怎么都可以 所以他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意识到 很多的争论 都是因为你的立足点不同 你注重在什么地方 这也没什么道理 就像我们讲一个甘蔗 甘蔗你吃 有的人从甜的里头开始吃起 有的人从苦的里头开始吃起 这是什么道理 反正这个 人生的甘苦都要尝过的 所以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所以就说要超越你这个 片面的这个立场 不要去执着 超越我自己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当然认识到这些问题 有很重要的 当然要站在这个主公的立场 类似于主公的立场 一个整体的立场 或者一个更超越的 一个立场上去看问题 还有一个它很重要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要破 知道了种种这些 所谓的知 所谓的欲 所谓的特定的立场 实际上都是一种限制 对人生都是一种限制 你的执着实际上 就是对你一种限制 对不对 执着就是对你一种限制 所以你要超越这个限制 庄子里面有很多 都是突破这个 突破自己 它经常很多地方 都是突破自己 这个很重要的几个突破 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突破 庄子实际上都考虑到了 一个所谓这个空间的突破 打破那个空间的局限 逍遥于一开始 其实庄子一开始 就是突破这个空间 它那个团扶摇上 则九万里 一飞飞到天上 九万里是超出大气层的 超出大气层 实际上是完全一个 不可能是真实的世界 它是一个更高的一个世界 那么这样一种 就是完全提升到那个境界 实际上是 我们讲的是一种心灵世界 而不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验 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打开 那么这像就超越 这个一个具体的空间 给你的局限 所以它这个团扶而上九万里 而且这个叫什么 从北敏一直飞到南敏 这个非常之远 所以这是一个空间的 然后它也意识到时间的局限 夏虫不可以与兵 那个秋水片里面有三句话 讲得非常好的 就是说这个夏虫是没有办法和它讲兵的 就是说禅 你没有办法跟它讲冬天 它不知道冬天的 因为最后到秋禅 秋禅鸣叫几声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它这个是不跨制的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 它不可能到冬天 所以夏虫不可以与兵 然后这个井蛙不可以与海 井蛙不可以与海 就是井蛙是井底之蛙 这是因为空间的局限 夏虫不可以与兵 是一个时间的局限 所以要超越这些空间和时间局限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时间 还有一个什么 刚才讲到了文化的局限 这个我觉得它是特别特别了不得的地方 在那个 它说锦蛙不可以与海 夏虫不可以与兵 它说锦蛙不可以与海 聚于须也 夏虫不可以与兵 度于时也 然后讲什么 下面一句是什么 它下面一句是这样 趋势不可以与道 你没办法跟它讲道 为什么呢 树于教 教化的教 教化 教养 知识 文化 这个话 其实很厉害的话 非常厉害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所谓的教养 知识 文化 都是正面的 对不对 儒家就是要讲这些东西 这是正面的 这些东西是帮助你成长 帮助你提升自己 帮助你在这社会上立足 帮助你发展 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东西 但是庄子上就讲 这些正面的东西是什么 它也可以是一种局限 对你来讲是一种限制 为什么 就是趋势 简单的趋势也是这样的 趋势就是相取之识 一取之识 所以趋势不可于益道者 属于教养 当你给你一种教养 给你一种知识 给你一种信念 你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 你就执着 或者局限在这种文化当中的时候 你对世界上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 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所以那个东西就造成你的那个 你只看到这个见此不见彼 这对你造成一种局限 造成一种破坏 造成一种破坏 这个话其实我们现在很好理解 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好理解 那过去为什么这样 他就庄子就有一个 不是 庄子讲到什么 他就讲那个宋人 像宋人之章谱 去卖那个礼服 卖那个礼帽 跑到月地去卖 卖了以后 结果 月人什么 断发纹身 他跑到南方 月人是断发纹身 断发纹身是什么 断发 这头发都 都弄掉了 不留的 那个头发 那那个帽子可能就不合适 纹身 纹身身上有很多这个纹饰 纹身是什么意义 大家知道 纹身是要给人看的 所以纹身 就是不穿衣服 所以你看那个很多非洲 或者什么样 他那个所谓那种 那种 他这个身上纹身就不穿衣服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不穿衣服 纹身的人 你把礼服卖给他有什么用 他不要你这个衣服 他根本不用这个衣服 他不穿衣服 你礼服给他有什么用 所以你给他帽子 给他这个都没有用 而这个大家知道 所谓的帽子 所谓的衣服 在中国传统当中 都是有文化意义的 对不对 这个衣服不是随便乱穿的 而且宋人 我前面讲 孔子时候也讲过 宋人是什么 宋人是阴的后裔 那是有悠久的 是阴商的后裔 它是有悠久的文化的 对不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 你可以作为一种隐喻 简单一句话 就是讲宋人之章谱 在逍遥游里面 简单一句话 你可以看它是一个文化的 是文化学上的一个隐喻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宋人跑到月地去 推销他的文化 推销他具有文化意义的礼貌 礼服 但是那个地方的人 断发纹身 不穿帽子 也不戴帽子 也不穿这个礼服 所以对他有什么用 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意识到 我想露出来 这个是秋水片里的话 但是刚才那个 宋人之章谱的故事 是消遥有理 所以你结合起来看 所以庄子实际上是非常敏锐 他看到了趋势属于教 这个教养在正面给你的同时 也可能是造成一种束缚 所以他怎么就打开这个眼界来看 跳出你的自己的文化 看到你在文化之外 其他一些精彩的地方 所以庄子最好的 在天下篇里面最后讲的是什么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是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他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这个就一下子非常的打破了之前的这种局限性 打破了之前的局限性 所以这个是非常 那么还有一个这是第二个了 超越我时 第三个呢 庄子实际上他的理想是要保守住个人的本真 这个维护个人的这个自由 但是他面对的什么 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所以庄子他对那个时代 是非常清楚的看法 他讲这个 他讲方金之事 仅免行焉 这个世上能够免欲行路 就不错了 行路当然就是说路就是杀人了 对不对 被杀头了 被杀死了 这个行是什么 行就是肉体的残缺受到刑罚 比如孙兵 孙兵并脚 并骨被贴掉了 这个就是行路了 所以他讲方金之事 仅免行焉 他这个话讲的是非常的惨痛的 非常惨痛的 那么所以我想庄子有很多话 我们看起来好像 特别是他对于世间的很多话 也很偏激 很那个 但是你要理解 就是庄子很多 实际上他是在一个乱世当中 发出的声音 所以他 我讲到庄子 经常就想诸葛亮那句话 基本上 狗权姓名于乱世 不求闻打于诸侯 其实就是他 说的就是他 他说的就是庄子 庄子这样 狗权姓名于乱世 他觉得能活着 免于行路就不错了 然后不求闻打于诸侯 所以你那些什么 楚王来请我做相 我也不干 我这个不错 我不会出山的 所以他这种好像是一种 闭世的一种态度 不出头的这样一种态度 你看起来好像 可以讲是一种人性 你当然从哪一角度讲 你从某一种角度上 可以讲 他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对自己的这种压抑 但是确实你要了解 那是一个乱世 这是他对那个乱世的 真实的感受 真实的感受 那么 那他对个体呢 其实也有这个说法的 也有认识的 就是作为个体来讲 要保有自己的这个本身 要保有自己的这个自由 要怎么做 他有一个话的 他讲就是 才与不才之间 这个大家知道吧 这个故事 非常有名的 就是庄子这个 山木片里面的段话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庄子是带了自己的 有他有学生的 当然他带这些学生 不是到各个诸侯国军那里去游说 他不知道在干嘛 到处走来走去 他那时就带了学生 走到这个山林里面 看到一棵大树 树长得很大 然后别的树都被砍掉了 这棵树长在那里 然后觉得很奇怪 就问怎么回事 那个匠人 然后就跟他讲 匠人 庄子里的匠 往往都是木匠 往往都是木匠 都是什么匠 这个匠人就跟他讲了 他说这个不是的 这棵树是什么 这棵树长得枝差很弯曲 虽然长得很大 但是没用 我拿回去 弯弯曲曲的没用 不中神末规矩 回去没用 所以我别的树可以砍掉 这棵大树虽然长得大 没用 那他的弟子得到的教训 就是说一个人要没用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保全 能够活得长 然后就出了山林 跑到一个朋友家里 那个朋友家里 看到他来了 招待他 那个主人就跟那个小二讲 把那个我们家里 有那个鹅杀一个鹅 那个小二就问他 两个鹅 一个能叫 一个不能叫 杀哪一个 那人说 这个叫什么 不叫的那个 不叫 他有什么用 把他杀了 那弟子就糊涂了 鹅是因为有用 活下来了 树是因为有用 死掉了 被砍掉了 到底人该有用 还是没用 所以庄子就讲 要才与不才之间 才与不才之间 就是这句话 人家怎么来理解 这个事情 说什么叫 才与不才之间 才就是才 不才就是不才 怎么能变 对吧 然后后来 其实后来 好像想 我不是这么样 去解释这个事情 我用那个 另外就是 你们知道 论语里面读了论语吗 论语里面 那个宁无子的那个 帮有道 则质 帮无道 则愈 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 孔子有他的立场 你们怎么解释的 这句话 这话怎么解释的 孔子有他立场 觉得这个愚不可及 我们愚不可及 现在意思也变了 对吧 那他这个愚 这种愚是不好的 孔子是不认同的 所以他讲愚不可及 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 就这意思 所以宁无子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你所谓 什么时候智 什么时候愚 什么时候财 什么时候不财 要省时夺势 对不对 他这个讲起来 不是说 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一种表现 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适当的那个表现 所以他可能 可能就这个意思 我想那个庄子 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财与不财之间 其实就是这个 帮有道者智 帮无道者愚 这样子要省时夺势 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他实际上 对个性的这个东西 对在这个乱世当中 怎么保存自己 保存个性 保存自己的本性 保存自己的这个自由 其实还是有他自己想法的 那么他对于这个社会 是有什么呢 能扩大一点 这个当然是从个人 扩大一点 对于社会 他有没有 庄子也是有的 对社会有没有理想 庄子也有个理想 庄子曾经就提到过 他说实际上 这个世间 很多东西 所谓的儒家所提倡的 这些仁义礼法 这些东西都应该抛弃了 因为仁义礼法 有的时候 就像前面讲的那种例子 齐国的那种例子 这些所谓的人义礼法 这些制度 这些东西都被那些 坏人去利用了 未必就是 一直都是好的 他可能被坏人利用 就是坏的东西 就可能造成很坏的后果 所以应该打破这些 打破这些 打破这些以后 就返回到那个 真的最原始的 最朴素的 那个生活状态当中去 那个就是最好的 所以他把一切的 这个所谓的制度 这些所谓的人义礼法 这些东西 就放弃掉 回到人的自然状态 这个其实就是最好的 庄子其实他基本上 他的一个社会理想 实际上是建立在这种 自然人性 建立在这个 自然人性基础之上 所以这些东西 都可能对人造成束缚 这些都应该放弃 在社会当中 都可能造成坏的后果 所以庄子这一点上 他是跟老子 在某种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 人性本来是非常朴素的 吃饭穿衣 要让他 完全在自然状态当中发展 用人意这些东西 就会标举人意 会造成这个人性大乱 为什么 就是标举人意 有些人天生是人意的 你给他 他去这样做还不错 但是这个人 如果本来并不是这样的本性 你就要大家天底下人 都要去这样去做 都要按人意这标准去做 有些人就 够不到 够不到还要努力 努力以后 就扭曲自己的本性 实际上扭曲自己的本性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扭曲自己的本性以后 就造成伪 造成这个伪 造成天下大乱 所以等等等等 这些主张 所以他基本上是用一种 就在这点上我讲 就是道家实际上是做减法 就把这些东西都拆掉 就破坏了 最好的就是 没有社会 社会的制度都取消掉 这个对他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后来讲 那个装子很好的 我不能讲最好 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者 就是后来的软机 软机他到一个地方去做官 那个里面制载 就是说他什么 他把那个官属 全部给拆掉了 把那个门啊什么都拆掉 他那个讲什么 使内外相忘 他什么意思 就以前那个衙门 那个官属那个房子 原来都要保持神秘感 要有威严 要不一样 对吧 让你那个有那个 他没有 他把这个全部拆掉 然后内外相忘 外面一看 就看到里面 里面一看一看 然后他也不管正事 天天就管他喝酒 这个就是 可以讲无政府 无政府的状态 是他最理想的一种社会状态 所以这样的一种 那个助长 当然最后简单 提一下他的文学成就 文学成就 我想你们在各种教科书里都会 相关的教科书里都有 都很多 这个我就非常简单的 就提一下 就装子毫无疑问 是朱子里面最有文采的一部 能够把握住的第一个 当然就是 他里面有大量的成语 我觉得这个成语是什么 成语是中国古代的成语 就是说过去还活在今天的 这个证据 过去的语言 过去的那些思想 那些想法 活到今天的一个证据 那大量的成语 这个太多了 就是说这个成语里面 那个刨钉解牛 唐壁挡车 井底之蛙 邯郸学部 这个东师校平 朝三暮四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时期一不时期二 等等 都是这个里面 那朱子一些行为太多了 就是我不知道 没有统治过 太多了 那么而且朱子 就是特别的意思 就是他有一些篇章 基本就是预言故事结合起来 你们看那个养生主 养生主除了第一段 五生也有呀 而之也乌鸦 也有啊 所以乌鸦待遇 这一段话 这个 原读以为经 什么 那段话以外 后边其实都是一个个预言 都是一个个故事 全部是连起来的 就是说他整个甚至把预言连缀在一起 变成了他文章的一个脉络 这个文章像养生主 完全不是用理论性的表述来管传的 完全是种预言性的 所以这个大量这些 这些成语故事 这些预言故事 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那个庄子的文采很华丽 它的词汇非常丰富 庄子到现在有很多的词 其实也还是搞不清楚 到底是准确的含义是什么的 没有办法非常的准确的知道的 然后他那个文学手法也是非常的多的 人家以前也讲到过 这个实际上 比如他会很客观的描述事情 比如说《齐无论》里面 这大家都讲了 就是描述那个风声 那个就是天赖 各种天赖 地赖 它实际上是描述的是地赖 地赖实际上 地赖合乎自然 就是天赖 天赖就是那个自然之声 自然之声 那么它这个什么地赖呢 它先给你描述 这个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形状 那个孔窍是怎么样的 有方的 有圆的 有什么 有什么 然后有不同的 种种不同的孔窍的形状 就有种种不同的声音 那一大段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一种细致的 或者用副的方法 非常指示的来刻画描写的 这种段落 然后庄子有很多大量的 包括对话 预言 对话 对话的形式 非常之多 所以这些都是 种种这些文学手法 我想这个 你们教科书上 各种其他地方 都会有很多概括 当然最要紧的就是庄子的 他的思想的这种自由 或者他那种想象的那种 想象力的那种丰富和开放 这个是恐怕是其他难以想见 难以想见 其他的诸子的著作恐怕是不能跟他相比的 那就是说 基本上是这样的这种情况 当然我讲这些文学的部分 我非常简粒地讲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 实际上是庄子前面那些思想 我还是讲 如果讲庄子的话 最重要的是那些思想 这些文学的手法 当然对后来有影响 但是真正影响深刻的 实际上是他的思想